我們的Reverse 短籌碼 選擇了平根 看一看能不能蹲到後面的一些玩家 Sam Greenwood 這裡有一手A10雜色 Sam Greenwood 動作很快 剛剛結束比賽第二名馬上是過來上桌了 換了一身衣服 直接猴領 那我們圈圈 是吃肉了 蹲到蹲到 果然一個秒ALL IN 看一下 四六看 所以看圈圈說實在真的不強 你這個 你這個 對A10你都才60%而已 但對上一些GOGO啊 一些90就有強一點 所以我意思是說就是在那種FINAL TABLE BUBBLE TIME的時候 你不可能去跟圈圈 因為勝率不夠高啊 就只有60 但是在短排中其實真的啊 60%一個領先是蠻多的了 可是那時候如果桌上有短碼的話 我還是會選擇該排 或者是我會寧願我自己先推 我不會去試著去扣 因為扣就是要跑了 那我先推的話 可能勝率還會 先推總是在短排中優勢很大 因為可以得到對手很大的七排 這是非常大的優勢 直接選擇OLIN出發 7萬4千的積分牌 7萬4千的積分牌 哇 這手牌 陳文玲要是 我們的林承偉要是選擇跟注的話 那麼Winford就開心了 好嘞 那小夥子就 中埋伏了 也沒有埋伏 這真的是 真的是一個 哭了啦 翻前 那這手牌 AA的勝率就非常高了 接近70% 因為 對於勾勾來說 他贏率已經極低極低了 他讓中三條 已經被對手蓋掉一張 OK maybe I'll call 你被對手拿掉一張 那麼現在 A 是只需要去 抵抗一些什麼 順子啊 一些組合就好了 K的擊中都沒有什麼用啊 得發兩張啊 所以得出順子才有用 K哥有兩頭順 所以說 又有一個方片 那只有五張出牌了 直接是擊中了一個順子 直接是擊中了一個順子 Greenwood是直接翻三倍 Winford是拿到一點點的一個 Side Pod 是五萬兩千 那輸了一個四萬八 贏了五萬二 好我們的籌碼領頭像 和最短碼距離 大概已經有一個 六七倍的樣子 在槍口位 在槍口位 又拿到一手 勾圈砸射啊 這裡選擇放棄啊 因為他的頻率也是過高 並且最後牌 推出去如果是跟人對抗的話 會遭遇到很多的壓腳的牌 又是說A圈A勾這樣子的牌 圈圈勾勾 還有 我們的SKing在這裡選擇慢打埋伏 就埋伏裝尾 指埋伏裝尾 大家知道這裡大概率做一個 加入的話 裝尾沒有牌 就蓋掉了 有牌的話也會跟住 那麼他會在 無奈的情況下 在反後進行一個大的禁止 哎呀 蹲到了 三萬一千 應該他也是對後悔的玩家有所解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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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贏得了額外的三萬一千的幾分牌 總共為他拿來了四萬的籌碼增長 非常的划算 沒有進行到攤牌 就有一個免費的四萬拿 有 都沒用 你澳門裏面超充嗎 蛤? 衛服的一手拳士 我香港用砂打啊 駕車的大力 我當時如果駕不回到澳門就死了 好 六六也選擇跟住 那麼在 四右位啊 Daventown是以 圈長圖色 同樣做了一個跟住 窗圍的圈圈 做了一個兩萬八千的家住 No flop no flop OK Next limb is gonna be a wrap OK 好 他用圈九 同色 跟住了一個兩萬八千的家住 看一下我們的翻牌啊 這手牌 他只有一個卡鉤的順子 停牌 並且 面上已經出現了攻對面 對他來說 這個牌面發的不是特別的好 也沒有後門花的 發展 那麼他過牌之後 我們的陳偉良應該會選擇做一個 保護 七萬一千的提示中下注兩萬 底次來到九萬一千 那麼Daventown是拿到了一個 兩萬對十一萬一千的一個配率 他現在要考慮的是他的卡順勾 夠不夠這個賠率去賠 他現在要考慮的是他的卡順勾 夠不夠這個賠率去賠 那麼我們的圈九 現在是拿到了一個順子 對手是超隊 他在這裡選擇過牌 這回來了這裡 看到這個八十勾 他選擇用他的圈圈做了一個過牌 控制地質 還沒來到兩攻隊 八八十十勾 那麼兩家玩家 其實現在的情況 都有一個很好的碳排價值 都不是很乾淨 對手範圍裡面有一定的葫蘆 Daventown還是要選擇用一個順子 做一點點薄價值下注 在十一萬一千的底次中下注四萬 去拿圈圈的價值 只能拿到這些超隊的價值 很有誇張啊 這個打法經常 要麼就是撞上對手的葫蘆 要不然就是對手蓋牌 因為你的價值面非常窄啊 果然是call了 誰啊 誰啊 誰 好 Winfer 有八萬八的籌碼 在這邊桌上好像看不到他後面還有沒有計分牌 好 專門打馬燕 好 是十萬直接all in 好像是最後 啊 撞到我們的Daventown 有一個Pocket Kings 選擇再all in 馬燕在那裡 馬燕不會啊馬燕真盼 我們陳偉良這邊K10銅花 是想要湊個熱鬧 應該是不太適合吧 應該會有別的更好的牌 90銅花會比較好 有些個它是A queen K10銅花 是A queen K10銅花 K10綠 K10銅花 沒有一個King喔 沒有一個King喔 他每種Set先唷 12 可以90喔 好我們現在Weaver希望能集中一個2隊或是瞬者 一開就女女啦 看一下這番牌 喔 好漂亮喔你 很漂亮 8夠K 可是K少了一張 所以應該是7張牌 看到8了 開這個BOP 開這個BOP已經 沒有啦 你有女馬你不驚嘛 你不是那個口後面 女...她有... 她輸了很多POR IN 沒可能再輸了 有這樣的時間嗎 好嗎 短牌裡面通常 通常加柱至少是一個7個前柱 就比較小 比如說4千8千7個前柱的話 就是2萬8的意思 那如果有一家進來可能就8個前柱 兩家進來可能9個 三家進來可能加10個 11個左右 那基本的話我覺得就是大家可以抓 7到8個前柱 OK 那我們這邊 Libertive這邊 KK撞到AA了 他應該可以選擇直接O IN 因為死前已經非常多了 好我們曹瑞選擇直接O IN 依舊保持著我們曹瑞的風格啊 完全不用想就直接推出去了 完全不用想就直接推出去了 一個74對25的一個營利 好 翻牌集中了一張AX 那KK基本上是沒救了 1.49 然後我們曹瑞翻倍 我們LOVE點變成一個短碼 好我們這邊可以看到我們的ROMAINE KGO選擇了一個平均 我們的DIVORCE 這次在這次的比賽也算是跑得蠻好的 進了很多次的FINAL TABLE也拿了不少獎金 喔 埋伏失敗沒有人加入 但我們的ROMAINE跟我們DIVORCE的極中了K 可以在這邊選擇做一個加組 我們的DIVORCE 可以在這邊選擇做一個加組 也可以選擇一個跟組 也可以選擇一個跟組 喔 我們的曹瑞 對 擊中了一個NOTS的順子在這個ROMAINE 那我們曹瑞在這邊應該打一個很重的 好 下注一個DIVORCE 好 我們曹瑞下注一個滿癡 ROMAINE這邊是比較困難 畢竟他第一個位置 還有一個DIVORCE在 畢竟他第一個位置 這邊是我們DIVORCE 能不能跟啊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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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in,125 All in All in Flink又撞到我們Livative的S-King 哎唷,面對兩家的All in 7-9有點弱 8-9同花,90同花 10勾同花就還不錯 7-9同花面對兩家是不夠的 8-9同花是Watson 可能可以跟一個8-9同花 你想一下 假設Watson是要跟15萬7 跟15萬7 我算一下,15萬7加27萬5 要43萬2 大概36%左右可以跟 所以7-9同花很接近啊 那我覺得8-9同花的勝率應該會更高一點 那我覺得8-9同花的勝率應該會更高一點 好,AK OK 這是他S 好,順利的一個... 把我們的Livative清掉了嗎? 他把所有指導用光了 我們0-7 6-6 我覺得可能是直接蓋牌啦 位置在前面了 雖然他重碼很短 可是我覺得6-6應該是直接蓋掉 不要衝動啊,冷靜冷靜 那時候 我8-1 很健康 1-1 1-1 1-2 2-2 1-1 2-1 1-2 1-1 1-2 2 1-1 1-2 1-2 2 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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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那A10又GG了 連續幾把 他把他所有的子彈全部都弄光了 彈瑄 沒看到他的牌 勾勾選擇一個平跟埋伏 遇到我們的 曹瑞是Pocky Jacks 彈圈是A8 那這A8應該是跟不了 後手不夠支持去跟一個 這麼大的家住 曹瑞說這麼 這麼短的馬還可以跟啊 曹瑞選擇下入3萬 那我們這邊 其實我們的彈瑄有種一個8 可他沒有任何後門花 其實這種狀況其實蠻尷尬的 可他種一對打算跟一下 來 我們看轉牌 轉牌這樣9啊 讓他多了一些買順的機會 曹瑞選擇過牌 River讓我們彈瑄擊中了一個 3條8 那我覺得他會選擇直接O in 在底池將近1比1 底池 跟籌碼 就是底池現在裡面184 後面是22萬 那通常大概會講說 底池籌碼比是多少 那這種就算是 就直接會算是趨近1比1啊 大概1.1比1啊 就是你的後手是底池的多少倍 這樣子 那通常這東西有一個名詞 叫做SPR 所以你們常常會聽到SPR多少 SPR多少 其實就是講那個 呃 就是講那個 籌碼跟底池比 的那個比例 那我們在直播的時候 通常我們會盡量把它翻成就是 就是中文 所以我們都會講翻牌啊 轉牌啊 合牌啊 其實有時候會有點轉不過 因為其實大家都習慣 講Flop啊 講Turn啊 講River啊 那如果你是真的是一個專心 想要學撲克的一名玩家 那我覺得這個 這個英文 是一個可能 必須要去了解的一個東西 那 主要是因為 在很多國外主流的一些 數據軟體啊 如果你有一天 你將要打一些網上撲克啊 使用一些數據軟體 那說裡面的一些操作介面 尤其是一些數據的一些選擇性 都必須要是用英文來選的 OK這邊被我們彈軒中了一個 合牌的一個三條 那我剛剛繼續講 就是你有一些選擇一些數據 比如說我要看他 喔Flop3bet Flopco 或是什麼 呃Turn什麼 Turn什麼 Dunbet啊 就是有一些數據的設定啊 你要去從英文裡面去找出一些單字 所以 呃 我本身英文能力也是非常的差啊 那我也是從打撲克之後開始才 算是開始學英文的 所以我覺得建議如果真的想要去多專研撲克的朋友 呃 去了解一些撲克的一些名詞 其實是一件 呃 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呃 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 之後排我們的 露貝爾在 槍口下一的位置 用一手A10 H銅色做了一個根柱 我們彈軒在Hajrack的位置 拿到一手A圈砸色 做了一個6萬的加柱 OK,Gambo,Gambo OK,My friend You tricked me 我們的彈軒真的是 Diamond,Diamond Flush 我們彈軒拿到一圈 讓我們的肉肉是 趕緊的上 10分鐘就截止買了 瘋狂的削他上 結果騙掉了他28萬的籌碼 直接AK對AK做了一個 一樣籌碼的Owin 這時候如果90同花 這個10勾同花 我覺得就是一個 一個可以跟的機會 之前我們有跟玩家一直聊到 如果有這個機會 兩家Owin 你有10勾同花 跟90同花就跟住 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機會 可是如果有一家 只有1對1的話 10勾同花 就不是一個很適合跟住的一個狀況 而且目前這個狀況 可以看到兩家SKing 他的盈率非常高 有60%的盈率 1幾分後 GOGOGO 這個要跟啊 上吧 彈軒你上 你今天才說 你今天跟了一個雜花 沒有跟到 沒有 這個同... 哎呀 怎麼會蓋掉 這個同花要跟啊 哎呀 他氣死了氣死了 他超級後悔 看到兩個AK啊 他非常後悔 哇 氣死了氣死了 他7 8 9 10啊 還沒有人有單一門直接獲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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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這個氣死了氣死 哈哈哈哈哈哈 他10勾進去就天勝 天勝 我自己勾倒了 不想多了 你要... 10勾同花 10 Jack suited How you fall You fall 像勾勾圈圈這樣的順子組合 會... 進去之後 除了擊中三條之外 對手一旦 Askin有擊中 那... 他的順子是很難聽牌 聽牌成功的 嗯 而實實在 自己有一個順子 沒有被Askin 影響太大的情況下 他反而是隔離了 Askin所有的順子 OK 因為我們的AK 想要組成順子啊 必須要有10 必須要有10 Core player Check 而且我們的AK是AKO 而... AK對於實實是一個聽牌 那麼... 剛剛可以看到啊 我們的AK和實實 正好兩張花色都是一樣 也就是說 他單張成花的一個概率也不夠 也被對手阻擋了一個 非常確實 曹瑞 在這裡有一個天順 我直接是被兩隊做了一個ALL IN拳下 那麼是秒跟 天順對兩隊 看一下 我們Divorce是有四張出牌 有什麼? 沒有 沒有 有八九嗎? 沒有 有 我一個八一個九 真的嗎? 給個信心 我七個 呵呵呵 丟了 我 信心 信心 我們曹瑞在 翻牌之後啊 也是跟... 我們的 彈軒啊 在翻牌之後也是跟曹瑞 一些心理上的安慰 說我手裡拿掉了一個八一個九 對面開不出來了 結果發完了之後他就說 哎呦我七個 沒有 只是給你一點心理上的安慰 讓你有一點信心 好 好 Danny Tong 運氣不錯耶 有人O-In的時候他就剛好拿了S-King 不過剛剛上一把是一個分錢 OK 這邊遇到一個狀況 這邊有了十溝不同花 可是我們那時候我剛好聊的是 十溝同花或是九十同花 所以這十溝不同花我覺得比較沒那麼好 畢竟還是有差的 我們Rainman也是一個比較求穩的玩家 他63萬後手應該不太會選擇 哦他63萬的話卡了兩家 對啊 他沒有任何的投入 啊選擇上 選擇更了 No Game Boy No Future 所以我覺得有同花還是比較有差 想得非常好啊 目前是一個截著買路的前妻 好 好我們這邊Danny Danny看到一個死溝 我覺得應該沒有領先太多 不經受挑戰啊 就沒有未來啊 殺出一條血路 來看一看他的死溝 在這次對抗中會不會有一個優秀的 這叫Danny把那個拉鍊拉起來 對啊 Danny Tong也是有戰袍啊 他翻前不敗耶 哦中了S 翻前不敗 這個翻牌對Danny Tong非常的好 最好的翻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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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五個出牌啦 五個出牌啦 沒有發出來 那我們的Danny Tong是 Double Key沒有Double Key喔 他贏了龍妹滿多的 直接是Triple Up了基本上 變成了一百萬的籌碼 一百萬的籌碼 給到我們Danny Tong 對 我們Harson 應該可以平衡他的77 Harson是直接選擇的一個蓋牌 那我覺得這個蓋牌應該也是非常正確的決定啦 因為畢竟現在這個蓋牌 他的籌碼並不是太多 所以我要進去 賠率沒這麼好 陳偉良 一個不錯的八九童話 如果他進去的話,可以可以可以嗎? 沒有 我可以 我看你可以吧 我可以 我們的陳偉良才剛說他是一個非常好的騎士手牌 他就中了一個天生葫蘆了 那目前沒有人可以跟住他的下注 可是因為上面有買一個童話的可能性 他還是選擇了一個下注 所以打圈六圈六銅色 有一個黑桃買牌 也選擇了作為一個跟住 這個牌如果被他買到黑桃那就轉翻了 他不知道有一個天生葫蘆已經期待在這裡了 Greenwood這裡有一個卡什的順子 其實已經是 直接 Olin一萬一那其實他已經是 JoinDead了基本上 對他是短碼 他只有0.3%的出牌 這怎麼贏啊 太難了吧 後門跑一個葫蘆 第十來的八萬九千 第十來的八萬九千 可能要打 打五萬五 所以在這裡雖然是中了一個對子 但是 牌力上偏偏有明顯的提高 他還是需要一個花 而且面對 我們的Greenwood已經all in的情況下 他也是知道 對手已經展現了牌力 對 對手肯定是有牌的 他有位置 唯一讓他跟住的理由 我覺得他位置好 River 有沒有黑桃呢 哇 黑桃到啦 中了中了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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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下子我們的 Hijack 陳偉良是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八萬九千的持 我覺得陳偉良這邊還是會做個價值下注 他是贏了蠻多的東西 我覺得這邊可以打一個 可能甚至一個六萬 六萬五 過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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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這裡 有二十八萬九千的後手 底下有一個八萬九千 那我覺得應該是個 Oberbay 十二萬 想要去抓他的八 而且他也有一些什麼 石鉤啊 石圈啊 一些買的 買順的一些 十七萬五千 打了一個十七萬五千 比我還狠啊 哈哈 我想說打個十二萬五就好 就打了一個十七萬五 八九也只能扣啦 只能扣啦 只能扣啦 這八九真的是有點太大了 太大了 這個沒有辦法 沒有任何辦法 哇 這把被我們的 麥克風收尾長滿價值 不太大了 被比過你燈了 也扣啦 不是 比比過你燈了 被摸了 我不能扣 把裝裝打 選擇一個O位 先看後面有沒有人有牌可以跟 好 應該是都扛不住 唯有我們Cortus的Paketans 是最後一個close action的人 可是這邊可能 Paketans也不是很適合跟O位的牌 面對一個344000的加助 我們的1010 只投入了2萬 應該還是可以蓋牌 1010對2高張 真的是還蠻不錯的 對阿 JJ都要考慮了 那我覺得1010還是丟了 可能會傷害好一點 這裡居然有一個威威領先 選擇跟住了 他也是毒對手是2高張 一個nice毒 可是你看這個nice毒也是個55k 在長牌中的55k 非常好 因為死前有一個正DV AJ 很好的手 我們來看一下這手標準的 非常標準的55k 有一個擊中 中勾 那死時就很難超車了 轉牌 看看有沒有一個加強 發中間一點有加強 一張9有加強 加強超多 他最需要的就是那張9 這張9最久加強了 80k 加了一個雙頭卡順 直接中了3條 我們中央大 我們中央大 在這邊出局了 加了一個雙頭買順 直接被帶走了 那麼中央大 非常的遺憾 雙冠的一個期許 就要在這裡終結了 我們Hexter在槍口的位置 170萬的手 馬拿到一手K圈砸勝 做了一個跟住 哇 那我們現在Hexter有 170萬了 他已經吃了兩個泡泡 看這次能不能 再 看這次能不能躲過 也要再吃一個泡泡 好 A10同色也選擇跟住 Soyza這邊也是一個跟住 兩個A10同色 然後Danny 10 這邊就是一個check 可是Juan 我覺得Danny 10 O-in應該也是沒問題的 可是只有Danny 10 因為他O-in不會輸 哈哈哈哈 這開玩笑了 他這個牌應該是要Check 真的啊 翻前沒有怎麼見過他說 應該是這場系列賽 翻前贏率最高的人 對 不管領先落後 都能頂住 不用管你隊友什麼牌 總能發到我的 看一下這個牌 打到翻後啊 不好說了 這裡有一個黑桃抽牌 四位玩家目前的手牌 都是兩高章 那我們的Rainman 是有一個兩高章兼抽花 來打 麥可睡了 跳起來用一個 後門花 來打 這兩個 這兩個 跟住之後我們來到轉牌 如果轉牌再掉一張梅花 兩個都可以買 就精彩 A9 發了一張9 兩個A10 繼續選擇過牌 麥可睡的啊 還能打得動嗎 還是有一個卡7的一個出牌 走了一個6萬的下注啊 比較少 轉牌 選擇做了一個跟住 選擇做了一個跟住 中方都卡到齊了 都卡到齊了 前方都卡到齊了 都卡到齊了 那這個牌應該 应该是应该会开牌了 人面在前卫过牌之后 麦克苏维达看一下它这里会不会打 这种麦克苏维达是非常喜欢在核牌拿价值的 所以我估计它这里还是会打 打一个十七万五千 这边应该也是会遭到跟住 就是一个评分 人面之后牌也是防守的顶端范围 应该是一个标准的过牌跟住 应该不会这么变态在这边想要O-in 不会的应该不会 因为有可能撞到对手很强的范围 对手后手就只有这么多 打了十七万五千 应该不再会盖给他的O-in 他要考虑到这一点 所以他这里 他这么有一个摊牌价值的牌 直接选择call就可以了 对 毕竟还是有攻对面 对 对 喂 哇 把chop打走了 看这一口牌就是 出的还蛮少 好奇怪 转牌都跟了 然后动了就盖掉 我们的flink在枪口位 选择加住 八万 我们的lamb在后面有一个A圈 我们的lamb在后面有一个A圈 好 哦 本人再度的O-in 好 codes 只剩下二十二万八千的几分牌 但窗位 这手牌就 有点瑞差了 哦 直接还是上了 毕竟是底池非常大 他想要搏一个自己的triple buzz 那我们的flink是直接盖牌 对 本人再度跟我们的codes 又一次做一个对抗 那这次80 算是选择 可以一个短码的话 这个对他来说是一个机会 有这么多死钱放进去 44对55 哦 又一个两头抽胜 四张六剑四张钩 没有击中 KING 沒有發出來 那我們的Code詞是被淘汰出局 場上還剩下12名玩家 那麼我們馬上要進行一個table redraw 我看到他拿了4把AK 他有進去就是AK 他已經沒有別的東西玩了 但凡能玩拿到能玩的牌就是X-King 我們Danny Tong 真的厲害 看這次會不會蹲到一個來送頭的玩家 對 把把頭有人送頭 Hijack Wage 哇 糟了 Danny Tong 這把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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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人家送頭啦 是他把之前的積累要送給別人了 X-King對上AA是最差的一個對方 可是難講喔 難講 不要小看Danny Tong 他這可能會中Flush 對喔 他翻前的這個跑馬又是 無敵 目前還是 翻前跑馬目前 他情況是 Banley應該會選擇一個加注到 13萬 9個前注左右 那Danny Tang Danny Tang Danny Tang 這邊籌碼比較深喔 應該還是會選擇多一 100個前注 我覺得這邊應該還是會選擇一個O-In 但是如果 如果他想要保守一點選擇平跟 我覺得也是一個策略啦 他可以選擇平跟也可以選擇O-In 我覺得都沒有問題 但是他如果選擇平跟的話 那麼我們後面還有一個Quick升也進來了 他應該會比較想O-In 因為這樣對他來說會比較好處理的 而且他又沒有位子 進去之後他也不好打 應該還是會O-In 好 因為現在很靠近前圈 那非常靠近前圈的狀況之下 他會選擇一些比較小心的做法 也 也是OK 不過這牌真的太大 AK童話太大 還沒有見過好像在 前衛跟住了之後 面對對後衛的一個 加注 用AK做跟住的 好像至少還是一個加注 果然還是O-In 果然還是O-In 那就是秒靠 哇 這個有點窮 可是還是有17%的勝率 連續的拿到四手AK 贏了三手之後 這一手遇到了AK 真是蠻慘的 他目前還不知道 他又是一個82K 又是一個28K 好像在整場系列賽中 他的所有28K 都把對手幹掉了 好 那我們看一下我們短牌 看有沒有這個機會 創造一個奇蹟呢 十夠圈 九九八 那就比較尷尬了 沒什麼沒戲了 只有一個RUNTA RUNTA的K 其實是espiren應該對手 三手九重ickt 我個人得抱著 看一下盒牌 看一下盒牌 會不會來來個絕倡 兩張的K 開墓 他需要一個大尾 或者要一張亞利山大 哇 嚇死喔 他猜一瞬間我以為看到一張紅桃K 很可惜阿 我們的Danny Danny在這邊真的是碰到冤家牌 小軍洞 KQ OFF 大概是三十幾個前駐 現在是屬於被Cover的KQ 應該還是會選擇蓋牌 A10 Huston應該還是會蓋掉吧 五十幾萬 其實對他來說還是蠻多的 他的對手是一個槍口位的ALL IN A10估計蠻難摳的 A10 Huston有了幾次前面泡泡 泡泡騎跟人家跑馬經驗 這時候應該要學乖不要亂跟啦 A10面對UTG的ALL IN 雖然現在我們上第四條 看他A10是比較大 可是面對UTG的ALL IN A10也不是適合跟住的一個牌 我還是跟啦 哇 頭是真的挺鐵的阿 摳的也是精彩阿 真的是頭鐵 厲害 看一下A10對K圈 發了667 好 轉牌來到一張狗 OK 那麼合牌的8 黑圈是什麼都沒有發出來 我們的肖進洞被Huston淘汰在第11名 Huston真的是很會在那種很邊緣的地方 找到適合的架子跟住 哇 真的厲害 在裝偉做一個這樣子A10的一個跟住 他也是判斷對手好像沒有AX的感覺 原來我們傑森困還在啊 還有五十九萬五千的積分牌傑森困 好 直接選擇ALL IN嗎 好 面對楚天樂在前衛的一個 哇 那GOGO可能要上了 加住 ALL IN 這又是一個55開的對抗 可以看到 GOGO對K圈 有一個48對51的落後 也是因為 K圈是 花色跟他也不同 兩張 兩張 那如果兩張花乾一樣同的話 那K圈會更高吧 會少一點 會更高吧 Picture 人頭牌 人頭牌 人頭牌就會 讓我們的決生困出局了 好 一張黑桃圈 黑桃圈是直接 把我們的Jason Kun 出局 對 合牌出現了黑桃圈啊 有一種說法說 黑桃圈是女神雅典娜代表的 好 我們的Quickson Quickson找到一個機會 後面只剩兩個人 那我們Huston 再算他的籌碼 好 如果一個Huston 他會跟A死的話 那這個45萬對外來說 並不是太多 他有可能也會跟這個99 但他也知道 9999牌是 太弱了 他現在在思考 後面還有一個 後面還有一個 他不跟的話 BanLay應該是會跟的 秒跟啦應該 應該 好 被壓腳 拿圈石對上了A死 好 被壓腳 抓了4號 兩張9 沈順的機率降低了 這是一個46開的對抗 小46開 分牌來到AK7 兩張梅花 這4張勾了 他如果轉牌不來梅花的話 他目前是只有4張出牌 4張勾的卡順出牌 好 又是一張A死 依然是4張勾 沒有任何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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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牌來到 一張9 那麼我們的Quickson是被淘汰 淘汰在第9名 所以只剩下最後8名玩家 所以只剩下最後8場 他是被淘汰的 8名 成功 成功 成功